恩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有關於中藥泡自寫 就是重要協婚里面 其中之一 也是我们必须的科目 那我们可能有关于 会使用的参考文献 大概有这些 那我们大概就是以 以我们 同城府同老师的 这本书为主 那我们还有加上 这个就是所谓的夜定奖 它这个是在中国大陆使用 当然有直映赤板社 把它欢迎 那这个部分我本身也有参与 那后来因为 主要的内容还是以 以这个大陆为主 那我是认为同城府同老师 同老师的部分 它这个部分写得比较完整 那我这个部分是以 以这个炮制汇变 那这个汇变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是大概是以影片做出来的一些药材 那跟一些炮制的课本上比较没关系 那有关你 张先哲当张老师这个部分 因为他这个这本是太久了 那当然他的内容也不错 但是最主要就是说 他可能会讲述到一些成婚的部分 讲的比较少 那我在五六年前我已经使用同城府同老师 那当然这本是是他承接中医药委员会 那叫中医药委员会 因为他的纪念都是超台湾中药点第二版 那我现在会用台湾中药点这个第三版 那我可能除了第三版之外 我还会再加入未来的台湾中药点第四版 那第四版会在今年的差不多年底会出版 那这个赖赖赖赖老师这本是前阵子出版 但是我是认为他内容太少 那这个部分就是有一点像叶老师的 那我这个同城后同同主任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编的 那就是张先哲 台湾中药的第三版 那大概是怎样 那我们再看第一张 就是所谓的西论 那其实在中药炮制的部分 其实大家可能对炮制的有关你的印象 比较不是一个非常了解 其实炮制非常简单的意义就是说 就是好像我们在在在把一个东西 把它煮熟 那煮熟之后 其实它跟像像生的肉 把它煮熟之后变熟的肉 那当然这个也叫做炮制 那还有就是像说我们煮饭 用米你把它煮成 煮成 饭 那当然这个也以 广义来讲都是属于炮制 那当然跟我们在房间的所谓的食品加工 其实很类似 那食品加工它它比较强调就是在以食品的这个色香味 那我们炮制就是强调在药材的一些炮制之后的成分的变化 然后才会产生疗效的变化 那我们在这个 德万里炮制它的 它的很多的名词 那古代它有所谓的炮制 修制 修斯 其实这个都叫做炮制的名词 那其实炮制它本身 它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它本身要经过中医传统的制药祭司的统成 那始终药才根据 它的医药的理论 那当然我们常常讲中药会跟外国它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因为中药它有经过所谓的变争论质 那变争论质之后 它然后按照不同的炮制的结果 然后产生不同的药物 那这个是台湾的一些中药跟外国的种药 最大的不一样 那我们所谓的变争论质 就是这个部分 我们在下学习的放弃学 我们会来讲 那我们首先先中药材 它一般就不不直接入药 那所谓的中药材就是说 我们把药材 采烧起来 那采烧起来 这个叫做中药材 那你要经过炮制 炮制之后 我们称它叫做中药的饮片 那中药饮片的话 你如果是到我们一般的药房 可以给它做影片的一些调制 那也可以到中药厂 那它就把这些影片就把它浓收 做成浓收的这个制剂 那当然浓收制剂 它分为所谓的传统制剂 跟所谓的浓收 传统跟浓收两种 还是这样 那这个部分是有关你中药材 在我们要点的一些定义 什么叫做中药材 什么叫做影片 什么 那当然这个我中药材 大概有跟你讲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中药材 来自我们自然界包括了 植物 动物 矿物 等等的这一些 那影片的话 我们刚才有讲过就是说 其实影片 你要经过所谓的静置 或者炮制的过程之后 然后直接给中药的一些处方 然后生产自己 那这个我们到时候 我们在炮制里面 我们会讲到说 炮制它要经过三个程 程序 一个叫做 竞弦 一个叫做 切制 一个叫做炮制 三个过程 那中药炮制 这个我们刚才有讲过 那当然这个是在一些理论的 一些中药炮制的一些 我们到时候在 常常会讲到一些 所谓的张仲锦 那张仲锦 他其实他 他以前做的所谓的 金盔 益汉镜 那他 他里面的包 半行 他有讲到一些炮制的名词 那有关于刘宋思琪 这个列姓 大概比较有名叫做 雷公炮制人 那雷公炮制人这本诗 是专注 有关于炮制的专门书 那我们造的这个明朝 就是我们俗称 就是所谓的 李时珍的本草钢幕 那本草钢幕里面 他有一八九二种的一些药材 那他在本草钢幕里面都会讲到所谓的修制 其实修制就是炮制 那在清朝的时候张仲延 他有所谓的修制自然 那他在证文里面有讲到炮制的这个名词 那炮制 其实炮制 他的范围蛮广的 所以说我们本来炮制的 的这个课程是在三年级的上写期 那后来我感觉就是说因为其实你要写炮制你要有一些基础 包括一些中药中药写啊 还有一些中药的一些鉴定啊等等的这一些啊 修完之后来去写炮制写 那尤其像在座可能也生药已经修够 生药写其实他本身里面有一些成分啊等等啊 那其实有了成分之后 我们知道说你经过炮制之后 他会产生的化学或物理变化之后 他的成分会有所改变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话 像说生地跟守地 其实生地跟守地 当然我们有地方 我们把它采收出来之后 我们称为叫做 所谓的的的这个先地方 那你赛干我们称他叫做 所谓的圣地坊 那你经过九中九赛之后 我们称为叫做守地坊 那他其实他的作用上会有所不一样 圣地坊原则上他是比较凉血 守地坊他是比较补血 还有啊 比较 比较有名的话叫做银护手 那银护手的话当然他是属于银食客的植物 那你你你经过这个赤子之后 他会变成这个所谓的赤子的银护手 那他的有效成分他比较容易释出 那银护手他的一些生物件 大部分都是以三级氨的生物件存在 你用触消息炮子之后 他会变成所谓的四级氨炎 那你四级氨炎之后的 圆护手之后 他会增强他 他这个止痛的功能 那这个我们第一章 大概在第一章的第一节 我们大概是把整个重要的炮制的一些 这个基础理论等等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然后我们第二节 来去讲到重要炮制的一些起源 那起源 当然我们有关于重要炮制的起源 其实说实在的 如果是说以官方来讲 有火的化明 就有所谓的炮制 那我们在历史里面有记载的话 大概从皇帝之后 但是皇帝之前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古人的一些传说之后 有一个叫做神龙寺 那神龙长百草 那神龙长百草 其实神龙寺到底有这个人 有没有这个人 我们也不大想的 但是我们可能在庙里面 我们常常会去看到 庙里面有一个脸黑黑的 那不像人的 这个叫做神龙寺 那神龙寺 其实他本身 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说 神龙长百草是长到后来 就是中毒 然后脸色花 花黑 那其实你在庙里面看到 有一个庙的这个神明 他本身的这个脸是黑黑的 那不像人 这个就是我们神龙寺 那神龙寺长百草之后 当然到了随着有皇帝之后 他有一些历史的记载之后 渐渐有很多的一些诗本 但是即使在皇帝时期的一些历史记载 有一些诗本 其实在秦始皇之前 已经把它把它燃烧掉 其实是相当可惜的 那我们在这个时期里面 我们发现说重要的炮制 大概是以所谓的洗净 还有切枝等等 作为一些萌芽 那我刚才有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说 有火的发明 其实他本身就有开始有所谓的炮制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有生变熟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炮制的演义 当然在我们房间常常我们会看到说 吃的生菜沙拉啦 吃的所谓的日本料理 其实这个吃多 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讲是不好的 那最好还是稍微煮熟会比较好 那我们在历史 就是说皇帝之前 当然在我们从古代的一些 像说十七时代 掌握了火 有所谓的熟食 等等 那这个有了火的发明之后 当然他本身就会 会有生变熟啦等等 那当然这个就是在炮制 其实炮制他最大的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所谓的降低毒性 第二个就是增强疗效 那降低毒性的话 就是说有生变熟 那熟的话有一些药材也好 有一些食物也好 你把他煮熟之后 其实他造成的护作用就会比较低 然后再来就是说有火就是加热 另外一个话就是说 我们在炮制吃的加热的变化之外 还有就是说我们加热的过程中 你会加入一些 就是像说我们在煮东西 我们会加一些所谓的瘦香味的一些 像像油啦 那酱油等等的这一些东西 那其实我们炮制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说加入的这一些瘦香味的东西 也不是说他最主要就是以酒 那酒的话 当然就是所谓的一体的辅料 那酒跟醋其实他是一个说实在的 他本身的就是说你酒 把他发酵比较完全 就是我们称为叫做醋 那酒跟醋 其实在我们中药的炮制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辅料 那这个是属于一体辅料 那当然他也有固体的辅料 那固体的辅料 我们比较常见的话 像说麦斧啦 米啦 那土啦 沙啦 那这个都是属于固体的辅料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其他这个你们自己参考 然后到了所谓的商草 那商草的话 当然他是在所谓的周 就是所谓的周草之前 那周草他分为所谓的西周东周 那商草当然有一个宰相叫做伊尹 那他就叫商汤的 一位宰相 那当然他本身 用所谓的开创的所谓的伊尹 开创的所谓的汤记 那汤记的话 当然 当然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历史上有所记载 那我们常常会讲到所谓的 所谓的药室童言 那当然就是说 他很多的重要材可以当作药 也可以当作食料 那所以说很多的一些药室童言的等等 可以当食品也可以当药品的东西 蛮多的 然后我们再看了这个一些炮制的发展 那其实在炮制的发展的话 我们是把它分为四个时期 五个时期 对不起 五个时期 那五个时期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 就是第一个时期 就是说 是所谓的战果 春秋战果时代 汉朝 那这个时期 我们称它叫做重要炮制的形成时期 那这个时期的话 当然 中间 就是春秋战果之后 到了汉朝之间 有一个叫秦国 就是秦始皇 那秦始皇这个蛮可惜的 当然在秦始皇之前 其实应当有很多的一些中药的一些 中药的一些诗本 那他 他 其实秦始皇最大的功劳就是统一中国 统一 统一度量等等 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把他的很多的一些宝贵的书 把他杀掉 把他烧掉 那因为秦始皇他本身 可能也是怕人造反啊等等 然后 就是把一些 很重要的 的这个诗本 那 那 那 就是说 人 人 不要去读 不要读书啦 结果会弄弄啊 那他本身的话就 寿司在德就不会造反 那当然到了秦始皇之后就是汉朝 那汉朝他分为 所谓的 的这个西汉跟东汉 那西汉跟东汉的话 他在这个时期里面 原则上在汉朝 就是在秦始皇之后 那到了到了所谓的西汉 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刘邦 这个所谓的建立就是汉高祖 那当然在这个时期的话 因为他 很多的医药的书都被秦始皇去 去把他烧掉 那当然在这个时期里面 我们最主要的话就是说 可能会他们会延续古代 像说一些老的一些师父啦 老的一些医师啊 然后他用口识流传出来 或者从庙宇里面 或者从墳墓 那当然这个我们到时候 我们在这个话 我们会讲到一个 一个 一本书叫做五十二病房 那五十二病房这本书的话 其实他出土的时间 不 不长 大概是在十几年前 那这个是在中国大陆挖 挖到 这个是 在这个战口时期 一个这个马王的 的这个皇后里面 就是把他挖出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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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棺木 那棺木当然他旁边 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放了医药的书 还有一些 这个 所谓的保障 但是医药的书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叫做五十二病房 这个我们等一下 我们再来讨论 那三国初期 当然这个 大家都不会很陌生 那三国 当然就是我们有 曹操 生前刘备 那这个三国时期 然后到了这个 所谓的隋唐 五代 那这个时期的话 当然是为 重要的这个 初行程时期 那到了这个宋朝跟延朝 尤其在宋朝 其实在我们 中央的炮制里面 在宋朝是一个非常完备 为集大臣 那在宋朝时期 其实在宋朝之前 说实在的 这个他们的医药的话 当然还是慢慢的萌芽 但是到了宋朝之后 他们很多 很多的一些 医药的这个人 就非常的完备 那宋朝 当然有一个就是 召唤印 这个皇帝 那当然他本身 怕 怕 怕召唤 所以说有一些 他就会任用 这个文官当武官用 那 那后来这个 这个文官 当然不会打仗 所以说 我们从北汉 慢慢被匈奴一直打 打到了这个南宋 那到了这个南方 南方的话 当然他在这个开宫 开宫就是我们现在 苏称的南京 那这个地方 那宋朝 当然他在 在我们 重要的这个 发展也好 那其实也不止重要 其实 包括我们很多的文艺 像是一些陶瓷等等 其实在宋朝 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原朝当然就是 其实原朝 跟清朝 其实这两个朝代 我们如果是说 以中国来讲 都是以汉人为主 如果是说 盐朝跟宋朝 其实这个都不是 不是以这个 汉人为主 所以说 其实如果是 以比较 以汉朝为中心 以汉人为中心的话 来讲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两个朝代 是被断掉的 就是在盐朝跟清朝 那他的明朝 当然这个就是 就是为重要发展的 这个时期 那当然这个明朝 比较有名的话 加上像李时珍 这一些 那现代的话 当然 现代 当然就是有 这个就是有 国民政府 我们这个 国父 这个孙皇三先生 创立之后 当然到后来就 就遇到了 所谓的这个 北花 抗战 那抗战完之后 其实 其实在 就 就 就 中国共产党 就 就 就已经把 战继了中国 那当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他又卡到 这个毛主动 有所谓的这个文化大国民 其实 这个时期 其实都 不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时期 那到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邓小平之后 其实他才慢慢的发展 那其实在 我们知道台湾 就是有国民政府 就流亡到了台湾 那其实在炮制里面 比较有名 应当是属于台湾 那我们在 我们先把这个 刚才所讲的 稍微再 再稍微一点人力 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 到汉朝 那一个非常有名 就是《五十二兵皇》 那这个我刚才 也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五十二兵皇》 这本书 它是从这个 这个马王 马王的 的的一个 皇后里面 这个 把它这个挖出来 所以说在 在战国时期 那当然他 他里面有 售载有 283个储胖 那储胖里面 他也有一些灵性的炮制 那炮制当然就是 所谓的 金贤切字 等等的这一些 当然这边 大家会想到 血一探 血一探是什么 知道吗 就是我们 我们的头法 那头法 你把它 要断烧 那它 它是用密闭式断法 那你断了之后 它就有止血的 这个作用 那其实他在 这本书里面都有收集到 那当然哦 除了这个 皇帝内经 其实皇帝内经 有一些人认为说 是属于 这个汉 汉朝之后的一些著作了 那当然这个 还是要去做考试 那当然在 皇帝内经里面 有讲到这个 伴侠 其实伴侠 我们在 炮制里面 非常重要的 伴侠 它有所谓的 炮制 当然生的伴侠 它本身是有毒性的 那你如果 你如果是 经过炮制之后 我们在坊间里面 我们比较常见 有三种 炮制的伴侠 一个叫做 所谓的江伴侠 一个叫做法伴侠 一个叫做清伴侠 那当然在 在所谓的清伴侠 它非常简单 它是用那个 用 用明环 明环水 然后用 把生伴侠 浸泡的方式 另外一个叫做 所谓的这个 江伴侠 那江伴侠 它是用 姜 跟这个明环 然后经过加热的过程 另外一个 就是滑伴侠 那就是滑力的滑 滑伴侠 滑伴侠的话 它是用 用这个 甘草跟石灰水 那进行泡制 那我们在坊间 常常会讲到说 半夏 它 它就有三种 那 其实我们有去做调查 在坊间里面 比较常见 还是以降半夏为主 但是因为 半夏的种类 非常的多 本来我们在 今年的台湾中药典 第四版 也想把 半夏把它 列入药典里面 但是 很多人认为说 因为炮 炮制的这个种类 还有一些炮制的方法 不是我所讲的 这么简单 后来 我们很多的委员 就建议说 暂时 不把炮制的部分 把它列入 但是 唯独有列入的话 就是所谓的影片 影片就是说 你没有经过 所谓的竞选 切子 但是没有经过 炮制加热的过程中 这种影片的话 我们是把它列入 那 有关于 你经过加热过程 会产生一些变化 等等 这个是我们 原则上 我们在 台湾中小点 未来的第四版 里面是没有把它加入 那 你会 我们你会问 那怎么 中国大陆 会会会加进去 那其实 中国大陆 他很多炮制品 都有加进去 但是我是认为 当然 可能 他们比较大胆吧 我们台湾 这个 大概比较严谨 所以说 原则上 我们就没有把它加入 那我们在这个时期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一些历代的一些 一些个别简单 那当然又加上了 所谓的 秦始皇 就是燃烧了一些 这个 所以说 在这个时期里面 我们原则上 我们看到的一些炮制 都是一些零行 简单的炮制为原则 那这个我们刚才有讲过 就是说 其实在 所谓的成就战国 汉朝时期 那到了 像说汤季 那尤其在商朝 那成就战国的时期的话 那当然 我们刚才所讲的 52冰皇 这一些 那当然在汉朝这个时期的话 当然比较有名的一个著作叫做 神龙本草经 那这个神龙本草经 这一本书 其实对我们写本草写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当然我们大概 就是365种 那分为所谓的上品 中品 下品 那这个可能在我们国家考试 常常会 尤其在中央学常常会考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用在 它是上品 或是中品 下品 这个同学可能要背 这个要非常重要的 那到汉朝的话 当然就是张仲锦 其实张仲锦的这个 《上涵杂病论》这一本 其实它本来是一本书 后来后人 就把它分为两本 就是一个叫做 《上涵论》 一个叫做 《金奎要勒》 那其实这两本书 目前在中医师的这个考试 其实它是必考的科目 那《上涵战果》 到了汉朝时期 那当然这个 我们刚才有讲过 其实它本身都是一个 比较属于零星的一些 那以竞显 切字 那这方面为多 那当然加热的过程中 比较少 好像叫火质 密质 那当然理论基础上 比较不是这么 零零碎碎 不是非常的完整 那到了梁朝 这个叫做 本草荆棘棘柱 那这个部分 可能这个 到时候我们会 跟大家稍微讨论这本书 那他在这个就是所谓的 本草荆棘柱 就是属于这个桃鸿井 他所做的这个本草荆棘柱 这本书 已经慢慢的 把这个炮制的一些图形 一些结果把它列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在 所谓的山果跟唐宋时期 那这个这个时期当然随着 越来越 远近 那当然他的发展来讲 是越来越成熟 所以说炮制大概是 以竞弦 切制 那炮制的话 当然有水制火制 水火攻制等等 那当然这本是我们 可能就是在南北朝 就是五代南北朝 桃鸿井 本草荆棘柱 那这个这本 这个要大家 要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说 他把一些所谓的 凌散的一些炮制 进行整理 那归纳 教有系统的炮制的原则 那这个是我们 我们这个 本草荆棘柱这本书 那我们在 在重要炮制 在 在本草荆棘柱里面 他其他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 活药分剂 料制法 那他就整理的 非常的完整 这个就是在 本草荆棘柱里面 他就有净险 切字 炮制 那当然 净险 其实净险的意思就是 把肥药用部分 或者 把这个杂质清除 这个是所谓的净险 切字的话 当然就是要用 不同的方式下去切 那切的方式的话 当然有不同的的切话 当然我们在切的话 尽量就是越切越薄也好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切的越薄 那可能可能在影片会破掉啦等等 那我们就是尽量把它切的越薄也好 那炮制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要经过加热 那加热的方式 当然 很多的水着温度的这个不一样 那其实温度比较低的 像说炒 有所谓的炒房 炒焦炒炭 那炒的话 其实我们在温度里面 炒房大概是在 差不多在170到190 那炒焦的话 大概是在190到210 那炒炭的话 大概是在200度左右 大概是这样 那炒的话 当然 当然就是加了温度 那当然炒之后 还有所谓的断 那断的温度上 就会比炒的温度还高 那断的 这个烫的温度 烫啊 断啊 那烫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断 那有炒 那炒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刚才所讲的 大概是在 100多到200左右 那烫的话 即使它的温度 就是烫清材的那些烫 那烫的温度 大概是在200到300 那断的话 大概是在300到700 的这些的温度上 大概是这样 那有关你 这个大概炮制的 的这个 那当然这个是 本草经济柱 这个我们刚才有 跟大家稍微讨论了一下 那本草经济柱就是唐宏锦所做的 他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侯耀分析料化 那当然刚才有讲过 其实他最大的两大的意义 一个就是说 把首先提出他的炮制通车 然后再来就是说 首次归纳把它整理出来 那当然这是一些两大的一个突破性 那我们到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宋朝跟延朝 我们刚才有讲过 就是说 尤其唐朝 宋朝 这个都是在中国历史上都非常强盛 其实你可以翻开中国历史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时期非常强盛 其实他们的一些医药的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盛 那我们我们可以刚才有讲到 像汉朝 还有像唐朝 还有宋朝 当然宋朝你说国律非常强盛 其实是没有 但是宋朝非常有偷射的话 就是说 赵宫映本身的这个金王 他本身 他把那个 那个武将都派文人来去当 那那文人的话 当然他不会打仗 但是他 他有关于治理国家这方面 其实他是有他的一套 所以说我们在宋朝 当然就是指导宋朝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雷金 其实他是一个 非常完备的一个理论基础 那我们在宋朝 当然 他他他他他有一些 这个非常大的一些贡献 那当然这是历史上第一步 将雷公炮 首先列为十奔朝 引用这个把他把他记起来 那有关你还有一些信 那当然在生十秒这个千金 药方 就千金一方 其实他这个都书相当 内容相当多 相当多 还有炮制的一些随着时代 这个你们看一下 那那也就比较完备 那当然我们常常会讲到本草 当然就会讲到神龙本草经 那神龙本草经有所谓的这个像位 像杀那好 那当然这个都跟炮制上是比较有关系的 那当然这个张忠典记彩就升本草 这个大家仔细参考一下好了 那到了明清时代 我们刚才有讲过 像说沿袭的一些像生雷本草 那明清时代里面 像比较有名的话 像本草岗木 当然都是一个非常不错 那炮制里面有炮制大法 那清代的话有所谓的修士词坦 这个都跟炮制比较有关系 那当然这边有讲到本草经 这个是属于 这个南北朝时代的这个 这个桃宏经所做的这一些 那比较有名的话 本草龙本草经 本草诗乙 那现在这个部分 我们大概就是在中国大陆 当然他就比较早 把炮制行列入 他有所谓的静止皆知三个部分 那我们有关你的这个书里面 当然除了叶丁江之外 还有张仙哲 张老师的 还有佟老师 当然包括我们这一些的编辑的一些书 那当然在很多的中国大陆 他们是每五年会会有一版的 出版的这个大陆的要点 那目前来讲大陆已经发行的2020的要点 在去年就已经出版 那台湾的话 当然他就没有像大陆这个没有那么有规则 台湾的话 其实你看一下就是台湾的这个要点里面 从93年是第一版 这个是 我都常常讲 这一版叫做中华重要点 那但是后来 这是 民进党执政之后 就把它改为叫做 这个就是传统 传统要点 但是我实际上 从改之后好像都没有印 那我们第二版的话 那我们第二版的话 当然就把它改为叫做台湾重要点 然后 像现在已经 已经到了第三版 那就是在 107年 107 民国107年 就是有第三版 那我们在今年 我们会发现 所谓的第四版 第四版 那当然在 在我们第四版里面 都增加了所谓的重要的影片 那其实它在第二版没有 第二版没有 那大概有20 新增了29项的影片 就把它记起来 那这个在 107年 这个中药师 他们有 制定了一个叫做 中医药发展法 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中医药 比较有关系 那这个可能 在做以后 要是法律可能也会 会读到 就是 就是所谓的中医药发展法 到底它在讲述什么 那它总共有 24条 24条的规定 那比较有关系的话 就是说它会有一些 重要的一些研究 发展 重要资计的开花 然后 遥用植物的一些种植 那当然它有讲到一些 重要的源头管理 然后还有一些成熟 台湾的土地 还有国用事业 种植一些种草药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 陆陆细细有很多人会 这方面的一些种植 那还有一些闯看鞋 等等 好 打开一下 似乎 是 要贵 谢谢观看